很多上班族都中午带便当呢 如果你这个对于安全上比较这个讲究的话 很多人是不买塑胶的便当盒 而现在很流行玻璃的保鲜盒 这位民众呢 他在装东西放到电锅加热之后呢 整个盒子竟然裂开来 他吓一跳 广告中不是写 可以直接在电锅跟微波炉上加热吗 现在为什么会爆呢 业者说这个状况很少见 但是专家看法不一样 专家说玻璃的材质本来就不适合直接加热 想用美味咖喱饭却成了这副德性 长方形的透明保鲜盒 左上角破了一个L形的大靴口 咖喱也掉了出来 民众打开电锅 看到这副夸张的模样 顿时傻眼 质疑要是拿在手中当场爆炸 被割伤该怎么办 网友看到野心驾驾 因为有不少人都使用这款知名的玻璃保鲜盒 看看广告号称放进微波炉 洗碗机电锅烤箱使用都OK 加热后却疑似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产品基本上它是可以耐热400度 是有拿到SGS的耐热证明 我们很少遇到这样的状况 叶子强调产品耐高温 爆裂状况很少见 还要了解民众的使用状况 但是其实别款的玻璃保鲜盒 送进微波炉 下场一样凄惨 照片中玻璃保鲜盒完全爆开 随玻璃炸的到处都是 这是标榜强化玻璃 民众才第一次放进微波炉 加热三分钟就出软爆炸 从高速往下摔 往后卤出 看似很耐用 专家说其实玻璃便当盒 根本就不适合直接丢进微波炉 或是电锅加热 那刹那之间的这个温度差 最重要的这些东西会爆开 或会裂开 都是因为温度差或者是压力差 然后所造成的这个影响 那这些产品实际上 都不能承受很高的温度差 使用方法不正确 就算标榜强化玻璃 耐高温高压 一样会有爆裂的风险 专家说最好的办法 就是慢慢隔水加热 但是看看热销产品 通通标榜可以直接加热 可能误导民众 难保类似的意外 不再发生 周年新闻 郑仁宗 黄一璇 台北报道